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疫苗的进展算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进展最快的 因为现在美国有两家公司 还有德国有一家 还有中国有三家 都已经进入晚期的临床工作了 基本上都是已经进入三期临床工作了 那么这些疫苗呢 反正有人给分成几大类 一类传统疫苗 这一类是所谓的mRNA疫苗 但是其实这个分类呢 也并不是特别完全 目前反正根据WHO的统计 全世界一共有100多家 三个月以前已经108家了 现在是否有信呢 我并不是太清楚 然后这些公司他们采用的技术手段呢 应该说是五花八门 其实都不太一样 但是反正大概有那么三四类吧 可以盖过绝大部分公司 现在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然后美国这边造成是现在是也有很多政治压力 希望有些疫苗在11月之前就可以完成三期临床 然后开始进入量产阶段 但是从进入量产阶段到全民接种 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距离的 其实不光是美国本土的政治压力 还有一些国际政治上的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嘛 这些都是全世界也是第一次体验目前这种奇怪的政治环境 压力都很大 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国际政治压力都非常大 而且对疫苗的影响呢 实际上也有很多政治因素在里面 一个是希望开发的越快越好 另外呢 其实也有一些这个 怎么说民粹主义 或者本土主义的这种倾向在里面 比如说有些疫苗公司 受到运营政府的压力呢 不敢跟一些非盟国的一些科学反对合作 这些都是目前这些疫苗公司所面临的一些政府压力 我们这个疫苗呢 应该肯定不算传统疫苗 传统疫苗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用这种灭活的或者抵活的病毒 或者用一个另外一种病毒作为采取 然后把这个病毒 把这个新冠病毒里面的一些蛋白质放进去 然后最后来这个等于说 可控制的感染这个人类的一些细胞 然后呢 这些细胞呢 在这些蛋白 在这些细胞里面进行复制以后 被释放到比如说血液里面 然后去提发一些免疫反应 这个算是比较传统的办法 中国的几个疫苗呢 基本上都属于这个比较传统的办法 然后美国这边的Moderna 跟Enovio呢 还有德国的Biontech 都属于是 算是新型的疫苗吧 但是他们那个Biontech和Moderna呢 做的都是MRNA类型的疫苗 然后那个Enovio呢 是用的CNA 但是他们反正广泛来说 这是算是比较新的一类疫苗 我们公司呢 实际上应该严格的说算是第三类 因为实际上我们用的是一个病毒蛋白的一个片段 一个很小的片段 一般来讲就是8到11个氨基酸 最大部分都是9个氨基酸的一个片段 然后用这些片段的激发生肌细胞反应 所以这个呢 算是完全又是第三类了 但是目前所知道的就是 美国专门来激发肌细胞反应 或者全世界专门来激发肌细胞 尤其是所谓的DBA类型肌细胞反应的 实际上只有我们一家公司 那一些其他公司呢 它的疫苗也会触发一部分肌细胞反应 但是总的来讲呢 还是属于这个 它首先触发的是抗疾反应 这个是人体免疫 这个获得性免疫的两大位 抗疾反应跟这个肌细胞反应 然后我们属于肌细胞这一类 其他所有的 不管是传统疫苗还是mRNA疫苗 他们首要激发的都是抗疾反的 所以跟我们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 这是一个另类 传统疫苗和核酸疫苗这中间有什么区别 传统疫苗就基本上它的载体就是病毒 不管是用腺病毒 还是用灭活的新冠病毒 或者去活的新冠病毒 这些呢 它的载体都是病毒 它是用病毒感染人的方式来激发人的这个免疫反应 而所谓这种mRNA或者是DNA疫苗呢 它实际上用的不是整个病毒 而是病毒里面的一些DNA或者RNA的片段 在主要身体里面来激发免疫反应 传统的疫苗是整个病毒 那么所谓这种进行疫苗呢 是用病毒的部分mRNA和DNA 它肯定不会用病毒所有的mRNA和DNA 它就是一些比较核心部分的mRNA和DNA 来激发反应 这就是这两大类的主要级别所谓 那么在研究疫苗的过程当中 最难攻克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就是说这个新冠疫苗还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这个新冠疫苗 第一它有所谓的reactivation和reinfection reactivation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最早reactivation是中国的一个 是中国武汉的发表的一项研究 就发现一个四个医务人员呢 它本来已经是阴性了 已经出院了 结果自我隔离14天之内呢 14到21天之内呢 又开始重新出现了这个病毒感染的一些症状 reinfection呢 也就是最近台湾那边才最终发表的一个 有比较才有力的证据的这个数据 就是说这些人呢 他实际上不仅被再次感染了 而且他再次感染的这个病毒呢 他已经跟第一次不太一样了 因为病毒这种RNA病毒它有变异 所以呢 所以这个病毒呢非常不好办 它非常难处理 所以呢 这个病毒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其实跟那个当年的那个埃波拉病毒 就是最终的埃波拉病毒 包括那个埃波拉病毒 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就是说它的抗体反应本真的 对这个埃波拉病毒的这个作用并不是太大 所以这个疫苗呢 这个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疫苗呢 它实际上 它这个疫苗的安全性跟有效性啊 不能完全分清楚 你有可能注射了这个疫苗以后 发点滴烧过去了 好像就没事了 但是呢 等到真正这个病人注射了疫苗以后呢 还真正感染了病毒 或者接触到了病毒的时候呢 他的病情有什么加剧的比 他病情加剧比一个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还要快 所以这个可能是最难办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这个 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证明他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他就是说 他如果这个人不仅这个疫苗没有帮助的 反而使得病得更快的话 或者症状更严重的话 那他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以说都是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安全性在临床阶段呢 实际上没法完全证实 他并没有没法 他无法在理论上完全证实他的安全性 会有效性 你必须要等这个病人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 然后真的有一部分病 有一部分接种者感染了这个病毒 你看到 你就看他们的症状的这个 这个到底进展有多快 有多严重 到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证明他这个病毒的安全性 那么前段时间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宣布说 俄罗斯已经注册了全球首款新冠疫苗 他的一个女儿已经接种了疫苗 那么针对这款疫苗你怎么看 说到这款疫苗如果我的话 我是不会去接种的 因为它的安全性有效性 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都没有得到 完全的证实 而且他们并没有发表任何 所谓这种peer review的 这种同行评议过的数据 来表明他这个疫苗的安全性 最有效性 我觉得我对那个疫苗非常不看好 中国和美国的几个疫苗 还有德国的疫苗都在全世界范围内 做广泛的接种和临床实验 对吧 然后最后呢 临床实验的结果也会非常详细的披露 这样至少呢 可以说是个定心玩吧 比俄罗斯的那个东西要靠谱一些 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疫苗 其实现在如果说想设计的话 看你不同类型的疫苗 设计上是周期都不长 可以甚至于在几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设计出来 像我们这里T细胞疫苗 你如果只想找八点的话 现在都是用那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平台 就可以在线上 可以说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设计数几个八点 但是关键是你要 你要对这几个八点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然后对你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按GMP的标准去生产 然后再按严格的这个TCP的标准 就是Chronical Practice 这些都是有国际标准的 然后再去临床验证 这个周期实际上相当长的 设计本身其实非常快 尤其传统疫苗 你把这个新冠病毒 你给分离出来以后 然后用什么福尔马林之类的去处理一下 你这个病毒基本上就被灭活了 你把这个病毒直接打进去的话 应该不会治病 但是具体临床上的结果的话 那完全不能预期 一定要是 可能先在猴子身上是 然后再在人身上是 一定要经过广泛的实验 才可以验证 格罗斯这个疫苗 我认为没有经过严格的验证 全球现在都在加紧的研发新冠疫苗 那美国的卫生部也是直接的写明说 在取得临床结果之前就要开始量产 那这样失败的也只是财务损失 但是成功了的话 则可以提前的救命 因为美国每天死亡人数现在都是蛮高的 您觉得这种做法是科学的吗 怎么说呢 从治病救人的角度来讲 说他可以说至少有一定的几率 甚至有相当大的几率 他可以救一部分人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政治因素呢 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 咱们比如说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很多反疫苗的人 那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什么科学训练 没有什么科学背景 对吧 他就去找出几例似是而非的 也没有经过严格验证的所谓的病例 说这个人注射了疫苗以后 出现了什么症状 然后这个人后来还死了 这样的事实说实在的 只要随便在媒体上一披露 马上就被扭曲成一个整个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杀人 就会被放大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这个疫苗 你比如说我这个疫苗 注射了一万个人里面 其中有两个人出现了 被疫苗本身引发 触发了一些严重的症状 而这些人有可能有一些 pre-existent condition 他有可能本来就有些其他的毛病 然后这个疫苗呢 让他发了103多个高烧 然后这个人最后死了 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讲 就是一个爆炸性的东西 这个疫苗很有可能卖不出去了 对吧 这些anti-vaxxers 这些反疫苗的人 他就会把这个事件无限放大 然后最后这个事情就 变得这个疫苗实际上 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价值了 因为没有人敢用这个疫苗 所以你说纯粹从科学的角度 那确实是越快 越多的人接种的话 很有可能越少的人会死 你有可能救了一千条人命 但是你如果害了一条人命的话 从政治角度 这就是个大问题 前些年不是有一个英国人 说他也算是一个学者吧 他说疫苗跟这个autism 跟这个叫自闭症吧 有关系 其实他那个科学证据是非常弱的 但是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 引起了对于疫苗的恐慌 这已经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所以这种因素 不管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 还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 都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疫苗假设研究出来的话 愿意去打的民众会有很多吗 我想还是很多的 至少一开始 有些人什么东西新出来的话 他哪怕多花钱的话 他才要去试 这也是一种消费心理 这个疫苗一般都是政府补助的 所以他要试的话 会去试的人肯定还是很多的 但是你在第一波接种了以后 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 然后这个事件被放大的话 那对后续的接种人群的话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公司实际上 就是说在网站上 至少在lending page上 我们都不提我们这是疫苗 我们说这是一种体系包免医疗法 所以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人 非常非常注意 这个从媒体和心理角度上的一些因素 就是说你一说是疫苗 有些人马上 它几乎是一种吸跳反应 他马上就说 这个东西是坏的 这个东西不好 甚至我们还没有什么 这个不良事例发现 还没有发现什么不良现象 就有可能名声已经搞臭了 就是因为大家一看了疫苗这个词 心理上就会有一种反感 他有些人就会有一种反感 然后他就会找理由 把你这个出现的所有的非正面新闻 无限放大 新冠疫苗将来需求量应该是非常大的 那么现在疫苗的制造的这个速度 能否跟上现实当中的需求 我其实怀疑 他制造的时候还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 我就拿这个 他如果到几乎全民接种的话 我估计至少还有一年以上的时间 至少 所以就是说这个疫苗这个东西 你如果不能全民接种 那你这个疫苗如果它的有效期 到底有多久呢 它也许接种了以后 只能保证你三个月之内不会再感染 那你三个月以外再被感染了 怎么办 所以你如果一次不能 比如说把美国人口全部覆盖的话 那很有可能 第二波来袭的时候 还是会感染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大家不能乐观太早 即使像某灯的白洋太 这些公司 他们已经是开始进入量产了 到全民接种 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你想回到这个 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的这个 这个正常的 所谓正常的生活状态的话 我觉得是至少两三年之内 是不太可能的 有专家表示说 新冠病毒的效率可能仅有50% 此外呢 未来还存在着病毒持续变异的可能 那么对于这种说法 你怎么看 这个病毒变异是 已经是确认的了 这个前不久好像是在欧洲 欧洲发现一种变异叫 它反正是从一个地 它是一个氨基酸变异 在那个所谓S蛋白上的 从D到G的一个变异 到Glitein的一个变异 这个变异证明了 好像让它的这个病毒的感染的能力 又上升了不少 所以这个变异现在至少已经有 100多种不同的新冠病毒 在世界各地流行了 所以变异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它尤其是在这个S蛋白上的变异 S蛋白是跟人体细胞 直接接口的那个蛋白质 如果这个蛋白在某些部位产生变异的话 那么抗体威力疫苗很有可能会完全失效 所以这些专家所提到的这些事情 那确实也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这都是这些情况 其实那个登革热Dangue virus 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它第二波来袭的时候 它的基因型跟第一波不太一样 结果第一型的生存者 就是第一波来袭的时候 一些生存者 他面对的第二波来袭的这个病毒 不仅完全无能为力 而且有些人加速了有些人的死亡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些抗体 它实际上是帮倒忙的 它不仅不能让你免疫 而且可以让你这个症状更快 而且更重 甚至于死亡 这个叫所谓一种叫ADE的现象 叫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或者叫抗体依赖性增强 这种现象是在科学上 是已经经过广泛的研究了 尤其是那个登革热爆发的时候 已经经过广泛的研究了 所以这个抗体呢 不见得会有益 而且有可能有害 尤其是这个病毒 如果已经发生了变异的话 新冠肺炎疫情呢 将会深刻的影响到 公共卫生领域的很多方面的发展 疫情将会给全球的医疗行业 带来很大的变化吗 是我想这个 这种这种这种影响 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显现了 大家也都知道 咱们身在硅谷 这个不管是Google Facebook 这些公司都已经说有些员工 以后可能会永久性的 在家这种远程工作 比如说一周只来一次两次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时间尽量在家里面 我想这个 这可以说已经是建立了一种新常态了 就是说对人们不管是出行工作 还有娱乐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甚至于现在关闭了很多餐馆 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因为这个风险 现在已经被 这个行业的风险 已经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一种行业了 如果下次不是新冠病毒 是一种什么其他的病毒 再爆发的话 从投资人的角度 谁会愿意投资一个餐馆 对吧 因为一个餐馆 很有可能马上就变成一个新的爆发点 新的疫情爆发点 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这个政策呢 其实这次我认为就以美国为例 它实际上爆发了 就是它暴露了很多美国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甚至于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些不足之处 对吧 这个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 那你说瑞典 他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老年人 但是瑞典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one payer system 哪个老年人 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具体住在哪里什么的 他政府他都掌握这些数据 在美国这个是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的 以后我估计也不可能 对吧 那么它公共卫生政策的角度呢 美国一直是重于治疗 轻易预防 那这种制度的弱点在这次病毒爆发的时候 也显现的非常明显 就是说美国一下这个病毒 这个感染 疫情一出现了以后很快就失控了 在两个月之内 简直全面爆发 在美国各个州全面爆发 所以我觉得对美国公共卫生制度的这个思考 现在肯定是已经开始了 但是否美国政府会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这一点其实我反而是悲观的 影响肯定是存在 但是是否能做出有效的改变 我认为在美国来看 我个人观点认为比较悲观 好的 谢谢王总 那么今天呢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好 谢谢主持人 下次再会